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头抬起来 我得记住你现在的样子 女医 诊断她的身体状况 详细记录下来 试药后好做个比对 遵旨 试药 是什么药啊 放肆 太后面前有你说话的份吗 快点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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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启禀太后 此女身体状况 除心跳快了点之外 其余完好 心跳得快 感情是被吓的 得了 快吃药吧 我不 我不要做试验品 我是人 你干嘛要这样对待我 我不 抓住她 我不 我不 做太后的肉身试验 那是你的符碎 非但不懂得珍惜 还想看我这逃跑 来 把她绷起来 是 太后 求你饶了我吧 求你饶了我吧 诗阳 慢点 慢点 一点点事 这要得来不易 别浪费 是 快 我迫不及待 要知道结果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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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不要 我迫不及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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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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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快 不要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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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死了 他是不是死了 卫兵快去看看他是不是死了 不是 怎么样 到底怎么样 卫兵太后他还没有死 啊 大夫 请你无论如何再想想办法 作为医生不能见死不救啊 我行医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症状 这诊粮费我还给你 你们还是病情告明吧 告辞 大夫 这可怎么办呢 秦子现在的状况比出金钱还严重 恐怕他撑不下去了 偏偏今天宫中戒严 好的御医都让太后找去了 能不能上御医的都是艺术高明的人 现在民间哪有好的大夫啊 阿哥 我出去转转 没准能找个神医来救救秦子 你千万别有病乱投医 随便找一个什么江湖术士啊 挺好过待在这里束手无策墙吧 你们俩照顾好他 我去去救回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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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抓到了 抓到了 你瞧 是人有失手没有任何问题吗 什么事 人屁股 屁股你也放不出来吗 有这么夸张吗 有这么痛吗 我就差你这么一点 痛倒不是很痛 但是我担心过来 就会生出蛋了 那怎么办呢 照你这么说 很有可能 说不定生下来的那个蛋 就是小唐安 小唐安 你还动啊 我咋回你 什么时候都被吐在 是你 你怎么来这儿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是我的地方 我当然在这儿了 你来这儿做什么 我是来找淳于先生 到我家看病去的 淳于先生 对 我们这医院 淳于先生很多呢 什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你找哪一个 就叫他 也是淳于大夫 而且是专科的 专科大夫 专治禽兽不孕 谁说我只能治什么 禽兽不孕 连人的不孕 我也能治 废话少说 我是来找淳于义大夫的 陈鱼先生 淳于义先生是我爹 什么 神医淳于义就是你爹 我就是淳于义 至于神医美誉 抬举之说罢了 淳于先生 爹 大徒弟落凡 大女儿提勒 也是个医生 小女儿提营 不值得一谈 爹 看先生神色紧张 想必求诊的 肯定是急症 是急症 但也是慢症 患者患病多年 时好时患 始终难以根治 而眼下 病情十分严重 嗯 桑安 师父 拿那颗药箱 好 慢着 你留在医院帮忙 让提音跟我去见习 我 爹 我见习啊 若凡 师父 医院就交给你了 师父放心 请 请 爹 爹今天是怎么了 他从来不带提音处诊的 我 他越来不带提音过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